日常练习我会进步 大家好,我刘娜又回来了 不要问我为什么割了这么久 问就是我上辈子试一只鸽子鸡 哎呀,其实主要是毕业之后有太多事情要操心了 然后自己的水平也需要时间去提升 但沉淀了这么久 我又有非常多新学霸的技能和信息想要分享给大家 所以今天,登登登登 我想分享我这一年来新尝试的 能提升工作效率的三款PS插件 这三款PS插件我也是在看国外的教学视频 或者是在跟同事交流的时候被安利的 首先我们来介绍第一款PS插件 它的名字叫Brush Raider 是一个面板插件 简单来讲就是这个插件能够为你平时在PS当中使用的所有功能 都建立一个快捷键 然后把它们共同放在同一个面板里面 那这所有的功能就包括不同的笔刷 不同的工具预设 不同的动作 脚本 以及PS菜单栏中任意功能 所以说它其实是一个自定义和自由度都非常强大的一个插件 那我是怎么找到这个插件呢 我就是偶然有一次在油管的某个教授视频里面看到这个神奇的插件的 它能够把所有你在PS当中爱用的功能键都放在一起 那就实在是太方便了 所以我立马去买了设施 这个插件呢完美的解决了我用PS当中最大的一个痛点 就是在用工具预设的时候 它里面的笔刷没有缩略图 那几十个笔刷都没有缩略图 全靠命名的名字去做区分 去寻找 其实呢这个真的就是效率很低 都比完全就是在考验我的记忆力和耐心 那我之前在研究John Park的视频教程时偶然发现 它就只开一个工具预设的菜单栏 整个工作界面非常的干净整洁 但是它可以做到对自己做的笔刷两然于心 但我每一次都要来回去找它使用的那个笔刷在哪里 所以这来回试错呢效率非常的低 那么我就利用这个插件把John Park工具预设里面所有的笔刷都做了一个缩略图快捷键 这样子的话就能一劳永逸了 而且它还可以给不同的笔刷做分别类 就非常的非常的好用 它的自定义的自由度非常的高 怎么样显示这个功能是你自己可以去选择的 那这个做好的面板也能够导出可以随身携带非常安心 然后你还可以在官网可以找到别的网友 在用这个插件的时候创造出来的快捷键面板 这个就很有意思 能够看到不同的人去使用这个疑惑性非常高的PS插件 也能够看到别的小伙伴的工作思路 那么这里呢我就放上官网的日记和信息 那有没有跟我一样有强迫症喜欢清理干净工作经验的孩子呢 可以去试一试这个神奇的PS插件 总之这个插件我推荐指数五颗星 第二款我要分享的插件是一个色轮插件 叫做这个怎么念 cooler rust 反正就是一个color wheel for photoshop 那这个色环插件是我试用了一些类似的品类之后 我最后觉得这个是用的最舒服的 它比原始的PS的色版实在是好用太多了 并且有多非常多的功能 首先你可以选择这个色环是哪种形式显示颜色 是红黄蓝呢还是红绿蓝 如果你选择红黄蓝的话 那么红色它对应的补色是塞尔蓝绿色 那另外一种显示当中红色对应的互补色是绿色 具体这个地方它的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大家可以去上网找色轮的研究来看 我是选择的红黄蓝这种 其次呢这里有个小按钮它是锁定明度的 这样子你换各种颜色 它的明度是不会发生改变的 这是在什么情况下会用到的功能呢 就是当你想换个颜色 但是不想你的黑白关系被破坏的时候 就可以用这个功能 很快可以选择到明度合适的颜色 第三个比较有意思的功能 是你可以一键查看当前颜色的对比色 补色相近色 这在绘画当中会很有帮助 并且可以同时显示RGB HSV 这都是能够帮助你选择到 当下最适合你颜色的颜色条 这里几种不同限制范围的形状 它相关的知识 我推荐去把色彩与光线 这一张好好去看一下 这里面蕴含的知识 真的就还挺多的 不是这一个插件的分享的视频 可以讲完的 总而言之就把这个章节好好看一下 OK这个插件还有其他自由度很高的功能 大家感兴趣的话自己可以去搜索一下 或者基础知识 我觉得研究一个插件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是 你可以逆向推理出现在普遍适用的色彩原理和知识 插件的设计输入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材料 那么这个推荐指数五颗星 OK接下来我们来推荐第三个付费插件叫做PixelSquid 它的价格的确是有一点高 它一年的订阅是199刀 但是我当时接触这个插件不到十分钟 我就立马决定我要订阅这个插件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实在是太节约工作时间提高效率了 简单来讲PixelSquid是一个网上3D物件资源库 它以插件的形式放置在PS中 你可以在里面输入关键词 找到合适的物件的3D模型 选好你想要的角度 它就能一键输入到PS当中 变成一个已经扣掉背景的PMG 如果你是像我一样 会经常使用Follow Bashing画图法的小伙伴 那么听到这儿应该已经都两眼放光了 因为你们会明白这中间提高了多少效率 之前我们在画图的时候 我起码有3分之2的时间 都是在网上各种大海捞针来找照片素材 找透视正确的素材 然后仔仔细细的去贴到图当中 那么有了这个插件 真的是能大大节约前面3分之2的这个时间 然后我仔细翻来翻这个资源库 它的素材质量都挺高的 这个插件呢 我也是推荐指数5颗星 为什么你打身都打5分 那跟没打有什么区别 因为5分以下的插件 我压根就不会推荐 OK那么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了 这三个完全不同 但都能提高工作效率 使PS更好用的插件 哪一款你被种草了呢 反正对于我来讲 小孩才做选择题 nice 对了可能你们已经发现了 我B站的名字改了 就叫Leona B-Dine B站的名字以后不会再变动了 但是微博的名字 目前还是这个很长的 等一下 我都不记得我的那个长名字叫啥了 OK我微博名字目前叫Leona 我在LA做设计ACCB毕业 这个名字以后可能要改 也可能不改 就看我心情吧 但是我的技学少女头像 是永远不会变的 所以如果你想继续follow我的话 请认准这个低头少女 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想要看的 一定一定要在评论区留言 或在B站弹幕告诉我 视频填坑 虽迟但到 我们下期见 哇 哇